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孝子养老院的地方 却发生了这样一起极端的案例 一位名叫赵爱琴的86岁的老人在这里离世 但是他膝下的五名儿子 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老人料理后事 这样一起可以被看作是十分恶劣的事件 在媒体的关注之后会朝着怎样的方式发展下去 这种甩老行为又该怎么解决呢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是我们的调查记者刘雅进 还有上海的汉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曾志宏 欢迎你们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 是刘雅进从河南的洛阳 带回来的这么一个短片 现在老人能要在我台湾家里 他说我没有时间 我说莫大 你妈一去世人里不得了 你没有时间 我说过半个吧 你这么多人啊你 因为他这些病啊 现在这些病啊 即使送医院治疗 不会是吗 我自己还管不住我怎么管他 我想他我去我 我想他去甩中 我也走路难受 我想他都 有三十个人下不了床了 我不会再难受啊 我觉得我爸很没有良心 大歪二歪都没见过 三歪四歪也就见了一次 就是他们兄弟之间 还有跟我奶奶之间都很复杂 然后本身我自己的家庭也很复杂 二年吧 包括我的狐狸费 生活费 资料费 一共合起来 接近十万块钱吧 那现在差点我给你加付的 我都给你加付了三年的狐狸费了 一会是你总的 你给我说吧 听说正常情况下 我奶奶如果说是 就是快不行了 肯定要送到医院 电话咋不重发专信 也没有发现 要不要再都不能为例 没办法呀 我们也在通讯室内保护他妈 杨敬 你看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视频 我看得出来是一个 几个人的这个电话录音的混解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几个声音在这个短片当中 身份是什么样的 这个选题呢 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洛阳养老院 挖到的一个独家的一个选题 然后当初在接到这个选题的时候 也是觉得很震惊啊 觉得是很极端的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86岁的老人 然后他离世了之后 他是被遗弃在了这个养老院里面 电话的第一个录音是高院长 然后他告诉我是在养老院的太平间 我当时就问他 那么这个太平间是怎么样的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房间 然后老人的遗体就是睡在那张床上的 盖了一张被子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冷冻设备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已经我采访的当时是六天了 就是六天的时间老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老人他并不是没有子女的 我们也可以听到我的这个电话录音里面啊 就是首先是出现的是他最小的儿子 赵毛旦 然后这个人呢 他是说他的腿摔伤了 不能到现场去 然后还有一个录音是赵毛旦的儿子赵磊 赵磊就直接对他父亲的评价是 我觉得我的父亲很没有良心 所以说当时我们接触到这个新闻事件 也是觉得这样一个事件 老人同时还有就是五个儿子 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发生在孝子养老院里面 很讽刺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 让大家让社会上去谴责这些不孝的行为 我很好奇你刚才提到了 老人其实一共有五个儿子 但是你讲到了录音里面只有赵毛旦 对 他其他的四个儿子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老人的他的这个个人的背景比较复杂 首先这个老人的名字叫赵爱琴 然后他离世的时候是86岁 然后老人他自己有四段适时婚姻 然后他跟他的第一个老公呢 是没有生育 然后跟第二个老公呢 是生了两个儿子 但是呢 这两个孩子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人跟他们联系上 我们包括当地的公安 包括社区 没有任何人有他们的任何信息 然后我们得来的信息 也仅仅是高院长跟他的这个小孙子描述的 然后这两个孩子呢 据他的孙子说是负责了 他那一任前夫的这个料理后事 然后跟老人平常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走动 他们兄弟之间也没有走动 然后另外三个儿子是老人的第三段婚姻 然后是亲生生育了这三个儿子 然后这三个儿子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来往 然后但是理论上他们是应该担负这个母亲的赡养的义务的 然后同时老人还有第四段的适时婚姻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孩子跟他的这个亲子关系不是特别好 听得出来这个叫赵爱琴的这个老人 他的这个情感经历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 对 曾律师我想问你一下 这个他刚才雅静介绍这个情况 出现了这个几位不同的同母义父的这个子女 这样的情况跟他这个赡养缺位之间会有没有因果关系 他可不可以以这个来作为理由说 我因为这个关系我就对他的赡养 我应该往后排 从法律上面是没有关系的 在法律上来说 他们只要是他的子女都有赡养义务 但是你看这个情况案例比较特殊一点 有这个赵毛淡他是最小的儿子 还有其他的他的这个亲情身份上的哥哥 但是未必有血缘关系的 那么这种这个赡养义务的排序上面有没有什么说法 赡养义务只要是他在法律上是他的子女 不管是他亲生的他的养子都具有赡养义务 不管是他前夫的都是具有赡养义务的 责任上怎么分配的 是共同还是应该品具分配 共同 共同 对 就是每一个人共同责任 就是身后一个人都 身后一个儿子子女都对这个老人具有赡养义务 但是现在看到是老人现在已经离世了 子女们的反应也不尽如一 我其实是跟他们做了一些电话联系 也做了一些尝试 因为前面第二人丈夫的那两个儿子 我们是完全没有联系方式的 所以只是后面的三个儿子 然后大儿子是说呢 我跟老人断绝母子关系了 我们关系不好 我从小这个老人没有照顾过我 然后我的孩子老人没有带 我也没跟他沾到光 我断绝母子关系了 然后第四个儿子 他的回答是什么呢 说我经济条件不好 我承担不起 那么贵的养老费用 我承担不起 你们去找小儿子 老人跟小儿子关系最好 然后我们就是联系到了这个赵毛蛋 他的这个回复就是 我两个哥哥都不管 凭什么让我一个人管 对 大家出现了一个推诿的情况 对 相互扯皮 但是你联系的时候 只联系到了小儿子 只有小儿子接了电话 另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 都是通过高院长这边 给到我的消息 那么像这种互相推诿的情况 因为刚才雅静说了 这个断绝母子关系 但是至少你没有看到一个 这个书面上的 或者是法律效力上的 一个断绝的关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追责的话 是不是每个人也都负有法律责任 每个人都负有法律责任 它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间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子女过多的话 他们往往会互相推卸责任 就是说推卸这种赡养义务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 他们的这种推卸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 就是不管你是没有给你带儿子也好 没有有什么好处也好 这些都不构成你对老人不赡养的这样的一个借口 那您平时在工作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他家里面几个儿子互相推卸这个情况 是不是很普遍 我在农村里面我看到过 这种情况是相对是比较普遍的 有的兄弟姐妹为了就是赡养老人 互相打得头破血流的这种情况都存在 在工作中间也如果子女过多 他们也会发生这种 为了真就是赡养的时候 大家都推卸互相推卸 等到要真遗产的时候 他们就互相又 对 但是你看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儿子之间 我们农村经常讲一句话叫做养儿防老 但是这个赵爱琴 他膝下有五个儿子 应该说在农村来讲 应该是很让人艳羡的这么一个家庭条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您从您的角度 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这是整个中国社会 我们可以看得到 是从一个农业社会 像工业社会 在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中间 现在就是说 有很多人 农村里面原来的传统的那种 就是这种孝顺的这种文化 现在在足够被侵蚀 现在在足够被侵蚀 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 而且社会的舆论 对于这些人的压力 现在变得越来越小 就是 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现在从一个传统的一个熟人社会 到一个陌生人社会 这种舆论压力变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面 又我们国家又没有 一个 就是恰当的介入一个制度 一个法律制度 要没有完然起来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养儿还老 就变成一句空话 现在就是养儿不还老了 对的 而且遇到这样的情况 雅静我很想知道的是 五个儿子都避而不见 最多充其量指向赵毛蛋 只是在媒体上发出自己声音 同时他也没有尽到这个赡养的义务 这种极端的情况 对于养老院本身 是不是也是一种伤害 养老院 我跟高院长沟通的比较多 然后高院长就告诉我 他一开始去接这个老人的时候 也就是三年前 他就预感这个老人的情况不是很好 当时看到老人的情况 是他的小儿子赵毛蛋 把他背下楼来的 然后一个电话 就说你们养老院来接一下 然后养老院当时是找了120的车过去 那么看到这个老人被接下来的时候 就是头发就是很脏 然后身上也很脏 而且非常冷的天气 就很单薄的衣裳 旁边的人都在说 那你爆疮被子人之常情 然后当时给他做了一个检查 就发现老人肺部 然后泌尿系统全部都感染 情况很差 当时高院长就给了一个建议 就是你们先送到医院去治疗 但是他的儿子就很毅然的就回绝了 就说我们老人就放在这儿了 你们养老院给护理吧 然后当时是交了1500块钱 应该是几个儿子 共同出的这么一个养老院的费用 但是到老人离世为止 是两年半的时间 包括护理费 治疗费 然后养老乱七七八八 这个三年的费用加起来 10万块钱 全部都是高院长自己垫付的 只有一开始的那个1500块钱是付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管过 对 对吧 好的 那么基于这种情况 我们在电话里面也联系到了高院长 我们现在跟高院长做一个电话联系 看看现在高院长的处境是什么样的 高院长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到现在为止 赵爱琴老人在你们养老院里面 现在是如何处置 如果说儿女如果一直遵律不住 我们准备 全把老人尸体放在电影馆去开放起来 我要经过法律推进 要准备 要让老人的儿女拿一弃罪 就万责了 高院长 你那边信号不太好 但是我听到了非常重要的 一弃罪三个字 您能再重复一下吗 我没有听清楚刚才您的表述 现在实际上 如果它一起为万人的话 这个什么叫做一个问题 因为这些关键的资助难件 因为这些关键是资助难件 资助难件 资助难件 水没了 都死了 已经受揚了 这个问题我没那么辛苦 好的 高院长 我跟您的连线 暂时先告一段落 您那边的信号不太好 曾女士 刚才她说了很长的一段 我没有太听清楚 但是我注意她 她其中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弃罪 似乎是想表明 现在是想采用法律的手段 来解决接下来的问题 那么我想知道 像类似这样的情况 在您看来 是不是已经构成了一弃罪 我认为已经构成了一弃罪 一弃罪在法律上面 它构成有几个要件 第一 要具有赡养或者护养的义务 在这里很明显 它是构成的 它是儿子对母亲 它是有这个赡养的义务 然后你有能力去进行旅行 旅行这个义务 而不旅行 不旅行导致了严重后果 在这里面 你对于这五七个子女 这么多的子女而言 我相信他们中间是 有人有能力进行 对这个老人进行赡养的 然后你不交这个养老的一些费用 你是可以预见到这个合同 是随时可能被终止的 这个老人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 然后现在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结果 遗弃罪可以自诉 也可以公诉 自诉现在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们的相关的公权的机关 检察院 我是可以对其进行公诉的 对的 刚才我们来整理一下 你刚才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要件 第一 有能力抚养 第一 是有赡养义务 有义务 第二是有能力 第三是要构成了严重后果的 但是你看在这里面 赵毛旦可以说 我现在我已经把它交给养老医院了 这已经是我尽到了我的义务了 对吗 对 你交到了养老院 但是你不付这个养老的费用 不付养老的费用 你可以预见到这个合同 很有可能随时被终止 这个合同就是你已经违约了 在这种你已经 可以预见到这种结果发生的情况下 你仍然 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这就 这就有因果关系了 和你的不善养 就和死亡结果之间 就有因果关系 但是我认为这种举证是不是比较难 因为对于像这种互相推诿的子女 或者这样甩老的这一族来说 是不是他们比较容易破题 您认为呢 确实是 在现实生活中间去把遗弃罪进行定罪 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就是说这里面的难点 可能有两点 第一 是有能力善养 什么叫有能力善养 这是这个标准 很难进行判断 第二 就是 就是你的造成的这种严重后果 什么叫严重后果 这里很难判断 对 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 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联系到我们刚才所讲的 中国确实面临着这样一个 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养老的问题 现在我们有一个数据 就是在2010年 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已经是1.74亿了 这样总人口的13% 2015年 老年人口2.2个亿了 占总人口的16% 现在的养老问题是迫在眉睫 养老问题是一个整个的 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的法律制度不进行介入 那可能会演变为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导致了 极端的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的 至少我们的公权力机关 要进行介入 去调查 是不是无后这些标准 法律上的一些标准 是 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么 我补充一点 就是因为 就是我介入的这个案例 然后我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然后跟高院长也是做了一个沟通 然后他告诉我 这个案例还是有一个特殊性在里面 就是像我们刚刚曾律师说的 就是一开始是走的 这个自速的渠道 自速的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自速呢 因为老人已经离世了 所以现在应该是进入到 公诉这样一种方式 就是由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来侦查 但是这个老人呢 他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就是首先他在养老院 洛阳这个养老院呢 它是属于间隙区 但是他生前所处的是在西工区 所以现在就是这两个公安机关 对这个案件都没有很积极 因为双方可能都具备这个责任 所以说在这个法律的程序当中 就遇见了问题 现在高院长觉得 它是一个弱势群体 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 是 好的 您看刚才包括律师也讲的 还有包括雅静也讲的这种情况 其实在我们国家 养老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个 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到现在为止 十年的养老期间 老人在不断地增多 可是根据于此的规则 和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却并没有减少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栏目里面 还准备了另外一个片子 这个发生在南京的另外一个故事 也向我们去展示了 在养老和甩老之间 迫在眉睫的一些问题 我们看短片 进来的时候还可以坐起来了 我们还把他抱起来 坐轮椅坐着呢 现在不能坐了 现在坐了 他要吃不下 他不能坐了 现在就完全躺在床上 你就是说从他家里上一次 来看望他到现在 大概是多少时间 那是一个月以前 一个月以前 他妹妹来过一次 他想他儿子 这是肯定的 而且我们也听了他哥 儿子讲过一两句话 讲过的就是说 你们要好好地过什么的 反正他要把那个钱拿出来的 他工资是卡打出来 那么他是个人的 他还有个房子租给人家的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停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停 罗院长 像这样的情况 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了 精彩了 我们就是习惯性的 就是要打电话 因为我们要保持联系 几乎是每天要打电话 因为我们要尝试嘛 万一对 万一他要是接待接听了 我们就可以沟通商了 就是这样 就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 到现在 对几乎是这样 他是关机 有的时候是停机 对 有一次最好的一次 就是8月1号打通过 他也接听了 但是意外收获 然后我跟他说了 说说你要到我们这来 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来解决 他也同意了 但是始终没有入约 到我们这一块来 然后再 再打 就是夏宾刚才听到那样 他就一直都是属于 不接听 关机 三奶奶 今天还好 好 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这些就是从今年月份开始 元月份到7月31号为止 一共是7个月了 这个陈宁秀的签费情况 对 上面主要是一些项目 就是床位费 裹舍费 护理费 以及医疗诊断费 对 每个月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一个消费 对 就是天素不一样 因为这个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 因为陈宁秀现在的这个 每个月的他的身体体重 状况不一样 有的时候需要进行医疗治疗 需要打针 吃药 以及一些其他的材料 辅财 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 费用的差异 对 一共加在一起是多少啊 一共加在一起 从1月份到7月份 是25900多块钱 对 那么 那么扣去他 付在我们这边的 押金有1万块钱 就是实际欠我们将近 1万6000块钱 直到截止到7月31号为止 嗯 那他现在每在这儿 都待一个月的话 给您造成大概 多少钱的负担 嗯 一个月大概是 3500块钱 3500块钱到3700块钱 你看 则律师啊 我刚才看这个短片里面 有一个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管这个打通老人儿子电话 叫做意外收获 像院长跟这个老人的孩子联系 应该是个天经地 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 去收获的话 再加上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 刚才算的这笔账的话 我不知道 从这个民营 这个养老院的 经营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是不是会背负 很沉重的经济负担 对的 就是民营 现在我们的养老 一方面有盈利性的养老机构 就是工商局那边进行审批的 另外一方面 有那种福利性的养老机构 就是他们有一定的税收 还有土地方面的优惠 是民政部门进行审批的 这两个部门都 不管从哪里审批 都需要取得民政部门的 这个相关的许可 就是它也是个特定的许可行为 所以说 现在我们的 这些福利机构 它实际上在为国家 担负了养老的一些社会义务 所以无论如何 我觉得应该要保护 他们的一个利益 不然他们没办法经营下去 等到他们都破产的时候 我们的养老事业 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我不知道雅静在 河南采访的时候 高院长是不是给你 留下这样的印象 我这边也是可以补充一点数据 就是在去年2015年 我们这个民政局是给了一个调查 然后就是这些民办的养老院 然后他们有一半 基本上这个收支是可以持衡的 40%是亏损 然后能够盈利的只有9% 所以说这种甩老族 他们的这种存在 耍赖的这些儿女的存在 可以说是给这些民办的养老机构 带来了一种雪上加霜 这么一种很大的负担 对 但是你看按照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 甩老的情况 在每个养老院的比例很大吗 高院长那边 我是跟他聊了一下 你看他从事这个养老事业 是将近11年 然后是为100多个老人养老送中 但是这样的极端的案例 他是首例 但是我在做这篇报道的时候 我也是到这个网络上去做了一些搜索 尤其是媒体舆论监督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块 就随便一查 我这边就可以看到 就一排的这种类似的报道 我自己也吓了一条 就像这种信阳七寻老人 被遗弃在养老院 一儿三女五儿失踪 然后还有这种 消陷62岁的老人 然后因为病危被两个儿子 遗弃在了养老院 然后院长也是跟他们联系不上 就类似这样的报道 甩老族这样的报道 应该说是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 是 但是你刚才讲的 这个其实让我刚才 比较注意的一个细节是 显然这个甩老情况 虽然在每个养老院 或各个地方可能都会存在 但是具体到一家养老院的话 甩老情况显然 不是这个养老院里面的 普遍或者频繁发生的事情 但是即便是极个别的情况 是不是就导致了 刚才你讲的 只有9%的养老院 民营养老院是盈利的 所以说这种甩老行为 对于一个养老院的经营来说 是不是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后果 对的 这种甩老行为 本身在法律上面 我刚才已经讲了 它本身也是在违反法律 相关的法律 也是在 对我们的这个养老机构 对我们的养老院 它本身就没办法引力 你只要有这个风险存在 不解决这个风险 就很难 它就很难去做到盈利 对我的意思是 一旦出现一例衰老的情况 比如像高院长 它会侵占别的老人的资源 比如说它要吸养 它需要更多的护工 对包括这种 就是国家其实是有补助的 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些补助 可能要倾斜在他们身上 对对对 那么整个这个养老院的资源 就会被这些老人抢占去 那么院长也没办法 对而且你刚才提到了 高院长为了这个周爱琴老人 这个离世 整个过程当中 他在这两年半时间里面 自己垫付了十万块钱 对 这十万块钱对于这个养老院 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十万块首先就是 当然高院长是告诉我 是他自己垫付的 然后 他个人垫付的 对他应该不会去动用 就是养老院的资产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养老院 他是民办公住的 就是国家还是有一定的补助 那么一个老人 一个月是一百五十块钱 所以说就是在国家 也承担了一部分 显而易见 一个甩老行为的发生 对于整个养老院来说 几乎是完全打乱了 这个养老院的 不管是正常的运营 还是经济支配 在这些方面的话 从您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是不是算是一个公司 对吧 应该算是一个公司 对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 他们能做些什么 他们能够进行起诉 就是针对这种行为 他可以去向具有善业义务的 这些 富有善业义务的人 进行起诉 你刚才讲到了 以遗弃罪这个证明去起诉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事后补救的问题了 如何在事前 去杜劫这种情况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 有地方施的一些预防措施 我认为 就是这里可以借鉴 国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制度 在这里面 就是现在有一些老人 尤其是城市里面的一些老人 他们是有资产的 他们是有资产 比如说房子 这个房子是不是可以 就对他房子进行抵押 进行养老 这是解决的一个方案 然后对于子女的资产 这一部分 我觉得法律上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突破 对于子女的一些资产 他竟然富有这个善业义务 他的资产是不是可以优先进行支付 给这些养老机构 把该赡养的部分划出来 对 对吧 对 把该赡养的这一部分资金 先划出来 优先进行支付 这样子确保老人 能够得到赡养 当然还有一部分 是完全没有能力 进行赡养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国家 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对于没有赡养能力的 或者说不管老人 那我们国家就要建立起 相应的福利制度 让这些人牢与所重 你刚才 你讲了很多 这个关于对于国家也好 社会也好 还有职能部门也好 需要这么做 但是我想问 雅静 你的观点 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 不会成为下一个赵毛蛋 你的观点 我觉得媒体的作用 也非常重要 像我们这篇的报道 报道出来之后 高院长也是给了我一个回馈 在当地是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 很多的村民 就直接到养老院里面 要去看这个老人 然后也有企业 去给养老院捐了很多的物资 更更重要的是 媒体它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 现在就是高院长告诉我 已经有两个儿子 主动给他打电话 就提出要解决这个事情 要来协商 那么明天也会是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看到底是不是 儿子会上门来 给老人道歉 给老人下跪 然后同时把老人送到 帮助他 跟他们感觉都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